赖先生介绍,他这台小米笔记本电脑是2018年购买的,当时花了6000块钱左右,他对电脑一直比较爱惜,之前没有坏过也没有修理过 就是给电脑做清洁然后不小心进水了,擦拭的时候不小心进入点水进键盘里面去 电脑的话刚开始是可以开机的,后面就不能开机了 赖先生说,他通过小米官网预约了维修,短信记录显示,他的预约时间是1月23号下午4点 预约门店是小米授权服务中心杭州学院路店 他们说是需要先检测一下,然后他们就开始检测拆机子了 检测之后就是说这个问题比较严重,就是建议要换主板,换主板的费用就会比较高 赖先生说,对方提了几种维修方案,他都不是很认可,打算把电脑先带回去 赖先生说,他内心不太认可,但表面上先应付,答应第二天再把电脑交给对方 之后,他又把电脑带到其他维修店查看情况 赖先生提供了两张照片,说是其他维修店拍给他的 一张是有个螺丝没有拧上,另一张是电子元件 找到这家小米授权服务中心杭州学院路店,门店经理走了过来 暂时不接受他吧,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也跟公司上报的,不会有公关部专门去对接的 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,后来小米公关部通过文字回复 赖先生的电脑已过保修期,接口处腐蚀痕迹以及多处水渍 符合进水而主板受损的情况 门店仅可提供更换主板的维修方式,主板价格为3000多元 此外,门店工程师马某存在违规沟通用户 私自报价拿到外部维修点维修的情况 该工程师今年1月份入职,此前未发现类似违规情况 小米浙江分公司即刻对其做出辞退 并列入小米聘用黑名单 同时,公司会对门店做出处罚 赖先生表示,他也不信任小米了 打算把电脑拿到其他地方修理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